来介绍一下这个Protoshop这一个CAMELA ROAD的几个提升工作效率的方法 那其实它可以只做一次哦 例如说把它拉进来 拉进来之后呢 例如说你这一个场景大部分是这个色调 所以你只要调一次就可以了 那一般来讲我会把量部降低 量部降低就是蓝天会比较清楚一点 然后阴部补正就是暗的地方亮一点 然后细节保护度拉高一点 那再来就是这个海我们再让它蓝色一点 色彩混合器这边 这一个亮度 皮肤我们让它亮一点 然后蓝色海就是深色一点像这样 好然后 这样就可以了 大致上是这种感觉 然后这里纹理再高一点 好 那这时候呢你可以 直接按右键储存影像 然后另存为JPEG就可以了 好然后你就会得到一张 已经修好在这里 那这时候呢你只要把它取消 然后再拉一张 8880这张拉进来 放开 然后按右键 套用先前设定 这个有点蓝色过头了 这个有点蓝色过头了 所以要调一下 大概是这样 然后按下来 好然后按 然后按 储存 完成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再开一张 拉下来 放开 右键 套用先前设定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那个应该是要按完成了 然后我们再按储存 JPEG 这样可以提升 蛮多效率的 所以你就看到一张一张都修好了 修图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右键 套用先前设定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按右键储存影像 完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好了 闪掉 闪掉 这个都有修了 这个有修 这个还没 再来 拉进来 右键套用先前设定 好 右键储存 其实做久了就是这样啦 会变得比较 知识化 机械化 一样 重复性的动作 这样可以节省蛮多时间的 从比你一张一张在那边开 还要好很多 通常以前都要一个一个在拉过 这样 有点慢 我记得LineRune好像有 有那个批式处理 以前有玩过 但是现在这台电脑就没有灌LineRune 就没办法这样做 好那这就是提升工作效率的一些小方法 如果你没有LineRune的情况下 你就这样一张一张按 会比之前好一些啦 但是 最好还是去弄一个批式的会比较好一点 批式修图 会更好 好这个短片跟大家介绍到这边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